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一节我们首先要谈一下 美国航母转圈圈跑了 台湾一些人非常失望 也就是他一直在吹牛逼 说什么航母到了台北的东部和海域了 但是他的行径图确实根本没有这回事 现在已经返回日本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美国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 在澳大利亚搞了17国的空军的军事演习 叫做黑色利青系列的军事演习 这个演习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威胁 他是干什么的 我们要介绍一下 那么在说之前 我首先再声明一点 第一点 我刚才那个视频 批判了一下司马南 对他在美国购买房产这件事情 做了一个批判 因为大家是一个圈子的 很正常的 你犯了错误 那当然是要批判 他自己也承认错误 那咱们就得批判他 是不是 那么下面有很多1450在下面乱带节奏 希望大家 希望我的粉丝 或者是我和司马南共同的粉丝 大伙能擦亮眼睛 看清楚哪些评论 它是就明显的挑不离间限制 哪些评论 它是属于是恶意的攻击 这个大家要看清楚 当然我说实话 我从来不会去飘 老兵从来没飘 老兵从来不翻车 从来不会去做一些什么骑墙的事情 关于联想这个事情 我相信长期关注我的粉丝 或者说我跟司马南的共粉 你们应该很清楚 我对联想是什么态度 坚决打击 对柳传志家族三代人 我是一个个都屌过来 他爹柳传志 包括他女儿 一个一个都是屌过来的 从来没有过 从来都是毫不客气的 我没有对司马南 他本能进行过什么攻击 我没有对他干联想这个事情 和他之前的一些做的视频 有任何攻击 没有 我只是说他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他自己也是承认的 他认为是错误 他自己说的 那个视频我也看了 胡子扎拉当视频 他自己讲的 对不对 那作为是同一个战壕里的 算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吧 那你有错误 那是不是要来讲 我相信他也是肯定是接受批评的 现在要求的是什么 你又别把有把柄被人抓 你现在干联想 联想不是说今天你干就能干死他的 你得又有一个策略性的一种打法 你明白吗 那他们柳家也是被干了 滴滴这个事情 他他女儿柳川之女儿 背后其实就是柳川之 他被罚了大概八十个亿美金吧 是不是 这东西是八十亿人民币还是八十亿美金 那我数字忘了 这个东西是没是没得说的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作为这个一线的武装战斗人员 舆论场上的一线武装战斗人员 你有重大的这个污点 你有这个 不管说很多网友 孩子说他十年前买的 这东西大家你要你要懂 你是搞意识形态的 你不管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你去买 都是你的政治错误 懂吧 也就是说这事可以让你政治生命终结的 虽然你不是官场上的人 但是你参与的政治场上的这个绝逐 这是你的 可以这件事情可以让你政治生命终结 对手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来打击你 国家并没有说要打击民营企业 没有这样讲 那你在这个地方干 联想有多潮胆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吧 他对华为做的背后捅到的事情 我们都是深无痛绝的 很多爱国王也都是深无痛绝的 对不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时候你应该就闭嘴了 为什么叫闭嘴 有的时候我们继续要斗争 斗争要讲方式方法的 而你自然刚刚美国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 人家很多人原来看你的人 或者原来对你持终力异常 一些人能翻盖你 对你支持你的人变成了持终力力场的 只有剩下一些忠实粉丝在那里支持你 大伙也想支持你 但是现在 你要暂时要回避一下 或者说就此隐退吧 明白吧 因为这事情很严重啊 你会让对手 抓住把柄 你是不是美国派过来的 你不是美国派过来的 你为什么可以上美国之音啊 那人说我美国之音去辩论的 那美国之音去辩论 那你在美国怎么有房子 你去辩论怎么在美国有房子 人家反过来搞你说 你是美国弄过来干民营企业的 要让中国民营企业 把中国民营企业干倒 让中国民营企业失业 他在赖最佳企业 他是在这里利税吧 这是客观事实啊 我在我讲话都是很实在在的 都是客观事实 对不对 我也希望他出事 但是说在他们那个圈子 像这样的学者大V 应该换一个人调大量 去干联想了 对吧 咱们力量是有限的 你在你们 你在那个地方搞的时候 大家可以一起 对他进行围剿 这个是可以的 明白吧 所以说这个是方式方法 我对司马南本人 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只是说你自己 把F牌给打亮了 这是怪你自己 你别怪别人批评你 你别怪别人 对你很严厉 没办法的事情 大家懂吧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 你要知道是谁 不让他说话 联想可没这个本事 联想要有这个本事 早就让他消失了 或者说早就不让他说话了 谁不让他说话 你自己先想想 谁有这个能力 能让他不让他说话 当然是上头了 当然上头不想让他讲这些话了 对不对 你现在越讲 你越被动 懂吧 在舆论场上越被动 那这个时候 联想就可以利用你这个污点 利用你这个舆论 再去操纵这个舆论 他装可怜 他变成一个受害者 你不是吃扁吗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不要说什么漂不漂亮 老兵一直以来都是 我对司马南特 叫小马大帮忙 希望他赶紧 赶紧 先这个消失一段时间 或者说就此就别做了 你美国那事情 处理得很漂亮 你继续做 美国那事情 房产你处理得不漂亮 你就 封刀吧 也都65还66块 也快70了吧 也就封刀 展示性的封刀吧 否则的话 对于这个圈子的伤伤力 是很大的 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 那现在有一个 这个 你看原来那个南京的那个市长 叫这个基建业 基建业他是挺有 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把南京都各方面发展 什么很有魄力的 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贪污了 那不好意思 你再 你过去干的再牛逼 但是你犯了这个事情 你就必须被双规 必须被判刑 很多人在感情上 难以去接受 但这个东西就是 规矩就是规矩 任何的 但是这个圈子没有说 没有人规定说 怎么样就不能做 而是说 现在你也看到了 是更大的压力 上头不想让它再发生了 因为这个对中国的国际形象 跟国际舆论打击是很大的 明白吧 你现在美国天天讲 你天天对你们这些五毛 在这里 小粉红在这里宣传这个事 那个事 宣传你们国家有多好厉害了 我的国 他们的你们的五毛头子 在我美国这里买房产 你懂这意思吧 这东西是很严肃的 明白吧 你既然已经选择搞意识形态了 你就是很严肃的 不是说它是很大的一座 别人都说不得了 说它 没它名气想 没它粉丝多 说它就是叫飘了 这个是不正确的一种讲法 你看我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之前就 我就圈往我第一个调谷爱林的 事实证明我是不是对的 谷爱林是不是 在北京爆发疫情时候 坐了四轮飞机跑了 后来到美国去 不说自己华裔 不说自己是中国人 他做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东方会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起手 盐湖城的起手 他说他自己是亚裔 美国人 他喜欢跟黑爹玩 喜欢跟白人玩 他不跟你玩 他不跟你黄种人玩 你懂我意思吧 后来很多黄种人都看穿 都认识 是你说的没错 当时你说的时候 我们太上党太觉得他 觉得没见过混血 对他缠他的眉毛 现在想真的是 是不是不能够 这样子去做的 你看我最早 屌新党 屌这些国民党 我说大家不要去跟国民党 不要去跟这些 所谓的统派搞在一起 为什么 为什么 或者是这一次 南希佩洛西来台湾 是不是证明我说的是对的 南希佩洛西来台湾 是不是证明我说的是对 新党国民党 清明党 所谓的民进党 所谓的不同不独 柯文哲 全都欢迎他过来 全都欢迎佩洛西过来 对吧 全都欢迎他过来 你之前你有的人 还认为说 我去团结蓝的 去打击绿的 现在蓝的是 你可以团结的目标吗 人家觉得你是傻逼 把你给耍了 最后证明我是对的 缅甸那个事情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对吧 很多网友都来跟我道歉了 那个时候我说 对吧 这些事情 因为昂山数据这个女人 太过分了 我们必须要拿掉它了 有些网友就说 你不干涉 我国是不干涉 他国内政的 但事实后来证明 就是我们的支持军政府 昂山数据是他妈西方的人 很多人还被有些人 带着都带着来 被有些博主 一敲不通的博主 带着说 昂山数据是他妈的 是这个 是支持是清华的 军政府是美国的走狗 那你这叫什么 政治素养呢 对不对 台湾那个时候 F10 F10 讲政治 坠机的时候 我说电子干扰 那时候很多人都不懂 他叫电子干扰 很多人就相信说 他跑到了这个下面来了 他投诚来了 跑到下面来了 事实证明他跑来下面了 一件又一件的事情 这名老兵的政治判断 是非常准确的 我从来不会去飘 你懂吧 我是客观的讲一些问题 你懂吧 你真正关心司马南的 你就会像我一样 以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你明白 你真正关心司马南的 就希望他现在 不要再来再说话了 或者你赶紧引退 保个晚节 这样就OK了 所以说 你真正是他的粉丝 你就能够明白 大伙的 就明白我的用苦良心 不是说要去打倒他 去灭了他 不是这个意思 希望他能够 没有 我就希望他没有 美国这件事情 他继续在这里战斗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事情 他自己也很懊恼 怪谁呢 大伙说是不是 江西比心讲讲话 是不是 包括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真正 就是说我们共粉 可能支持他的比例大 可能支持我的比例小的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 保护他最好的方式 就是现在 先别说话了 对吧 但是他现在的问题 他得自己交代清楚 解释清楚 没有谁可以帮他 只有他自己可以完成救赎 美国航母就这么走了 台湾一些人太失望了 解放军围台 演习以来 台湾当局 一直将美国部署 在台湾附近的 美国里根号航母 打击群 当成救命稻草 特别是五角大陆 和白宫官员相继表态 要求里根号 在台湾附近逗留 甚至鼓吹将派舰载机 穿越台湾海峡 更是让岛内 某些人兴奋不已 以为美国会重演 1996年台海危机 期间 美国航母穿越台湾海峡 那一幕 结果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19日宣布 里根号航母 当天已经返回 日本横须河基地 此消息一出 台湾媒体哀声一片 标题充斥的 里根号没来台海之类言语 失望之情 亦以言表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里根号 没来台海 返回日本横须河 最新录境曝光 然后又是说了 很多那些 很奇奇怪怪的话 那个心里 是非常非常的沮丧 非常非常的难过 原来已经说好了 小粉红 跳跳脚 过来看大鸡肉 那个照片 过来看大鸡肉 说在南下了 已经南下了 在台北以东海域 说了跟他妈真的一样 这个里根号 从来都没有进入过 这个区域 连巴士海峡都没进 都没在这个区域待过 你是怎么吹出来 这个牛逼的 是不是令人觉得 特别的搞笑 特别的匪夷所思呢 所以我说台湾人 真的是 他跟大陆人 他不高兴 他总是会 会拿这个东西 来做一个比例 什么话 德国这个东西 比你好啊 英国那里 那里比你强啊 法国这个东西 比你先进 美国这个东西 比你弱 比你强 你太弱了 他讲话 从来都是拿什么 美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什么东西 来跟中国大陆比 你上次拿自己的东西 出来跟咱们来比比 行不行 对吧 他整天幻想 说别人来帮你 别人因为你 替你去送死 谁替你去送死 你得靠你自己 你靠你自己 你又靠不住 你又他妈的 又是天天天天天 在这里 搞那些1450那套东西 你看在我下面 留言 上一个视频 说上司马拉的视频 下面留言 说那么多 对吧 狗逼兮兮的 这就是搞这些 逼惑的事情 所以说你看 一个航母 能解决战场吗 中国现在 这么大一个国家 在我们的近海 是美国一个航母 可以来解决战斗的吗 美国航母为什么在 菲律宾海 冲绳以南这一带 画圈圈 西太平洋这里 画圈圈 转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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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老兵说过了 他底下的这些潜艇 都都不行了 对吧 你潜艇 他妈的被我们锁定了 你出 你根本就出不出来 你哪 你出不出来 你怎么可能够 能够去执行任务呢 答案当然是 你最后就是死定 死翘翘 倒霉 出大事 出大事是谁啊 不是台湾出大事吗 对吧 你唯一能够仰仗的 美国航母都来 保护不了你 你还能干啥 啥也干不了 洗洗睡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 再来讲一个重点 就是8月17日起 来此17个国家的 约100架飞机 和近2500名军事人员 将参加了 漆黑2022空中联合军演 该军演将持续三周 主要在澳大利亚 北部的达尔文基地 和停达尔基地进行 参加国家包括 澳大利亚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新西兰 荷兰和阿联酋 事实上漆黑军演 并不是一项新设立的军事演习 而是澳大利亚空军 与其盟有两年一度的定期演习 因新冠疫情影响已纠断四年 澳空军表示 此次演习将为 赖斯印太地区和其他国家军事人员 提供在澳大利亚北部的 独特环境中操作飞机 系统和工作方法的经验 那么 此次军演的规模 创下系列军演之首之最 参与国更是遍布 北美洲 欧洲 大洋洲和亚洲 其中亚洲又涵盖 在东亚 东南亚及中东地区 更值得关注的是 德国 日本 韩国 都是首次参加该军演 与此同时 此次7K2022军演启动的时机 又正值地区 局势持续紧张之际 首先 美国国会 这个衆议长 佩洛西本月串访 中国台湾地区 直接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 其次 美国近期不断拉拢日本 韩国强化军事同盟 妄图打造亚太版北约 此外 美国近期在亚太地区 已经举行 并即将开展多项军演 持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在上述复杂敏感背景下 7K军演将给地区局势火上浇油 其规模之大 参与国分部之广 又凸显了三大危险动向 值得警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日韩首次参加7K军演 进一步靠拢 美国地缘政治博弈 这是第一项 那么第二项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 第二项呢 就是这个美国啊 持续在印太地区 搞这样的军事演习 要把这里给搞烂掉 这个是第二项 第一项就是美日 这个日本跟韩国 积极靠拢美国 第二项就是美国 要在这个地区 不停地搅乱局势 第三项是什么 就是把澳大利亚作为 他们这个盟友的一个空军调度中心 因为澳大利亚之前在南海 不是老是被我们给欺负吗 被我们给痛扁吗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要把很多国家的飞机都弄过来 都要搞所谓的自由航行 在这里来飞行 飞来飞去 就是在中国南海啊 在这个北部这一带啊 因为澳大利亚北部 是我们潜艇的出海口啊 就是咱们的 咱们就是 潜艇要从这个地方走 所以那挺麻烦的 咱们南海潜艇要进入印度洋 必须要走澳大利亚北部地区 不是走 马六甲海峡走不过去的啊 马六甲海峡 因为那个是前海 所以在这一带 他们就是在这里搞这种小动作 澳大利亚成为了 他空军的调度中心 对中国持续性的骚扰 就跟那个妈的打魔术针 把那个剑圣啊 经常到你老窝里面去啊 用疾风布 到老窝里面去砍农民啊 它就是要起到一个骚扰的作用 骚扰啊 也是一种战术啊 所以你能看到 现在美国都退却到第三岛链了 澳大利亚再往北走 到夏威夷这一片啊 处于第三岛链啊 所以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前出基地 美国把他的所有的啊 这个技术侦查部门啊 和他的这些B2啊 各方面都往这地方来调集 对中国打空中游戏战呢 利用咱们在这个南沙群岛这里啊 毕竟起飞起降的这个战机次数是有限的啊 他就要在这里搞这个兵力优势啊 但是老兵始终认为啊 搞这一些东西 他是徒劳的啊 没有实际意义的 但是呢 我们必须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跟重视啊 澳大利亚 做这样的角色 美国 他的新动作是什么 我们要看得一清二楚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兵来小学姐的电影续故事 谢谢 谢谢